Les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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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麥? Lessley Lessley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29歲 然後東北人 東北啊 您是一位醫務人員對不對 對 然後我這邊 現在這個情況也很 不容樂觀 但是就是我們這個城市 或者我們這個省份跟上海 存在感比起來太低了 但是也是非常非常嚴重 方便知道您是哪一個省份嗎 吉林省 吉林啊 OKOKOK 這個你們也是很嚴重 那您是在 擔任哪方面的醫務工作 方便請請問嗎 這個我不是很方便說 然後這個 雖然就是我沒有生在上海 但是這個疫情是一樣的疫情 對對對我知道你們也很嚴重 對啊 你說你說 然後就是有小有限大的 最後就是如果有 上海的朋友 互相之間這個經驗 我就可以 見面一下 互相清靈一下 就是彼此的情況 好 來那個這位吉林的醫務人員 來您來分享一下吉林的情況 就是我先說一下我的立場 我覺得不論是我們國內現在頂持的清零政策 還是國外所謂的全體免疫 我相信這都是人類出於本能 在尋找一種和病毒相似的方式 這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就是 新冠這個風波完全過去以前 就是沒有人能 就是探斷出哪種方式是對的或錯的 然後我作為一個就是 普通的這個 中國公民吧 還有那個中共黨人 然後我來接受這個 這個黨中央的意識 是我的這個職責 就沒什麼好說的 但是就是 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就是發生了一些小的偏差 您說 怎麼說 就是有很多時候 就是我覺得我們這個工作人員 大家都在這個假裝努力 假裝做事 就是比如說在這個疫情風波前 就是在這個疫情風波前 然後因為之前就是國內也有這麼大小小的疫情 沒有很嚴重 對 然後當時我就是所謂的單位 他有這樣的政策 你說 你這個患者就如果受斷的話 你只能有一個陪護 然後 就不如對這個其他人來探視 這個理由是說 就是害怕這個疫情 就是在這個患者中間散播 對 就是跟這個患者跟外人接觸之後 然後這個疫情在這個病毒在醫院內部散播 對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我們本單位這些醫護人員 他們每天都跟什麼想想 他們可能就是這個 這個過程中 他們做一些公共交通也好 其他的也好 他們會跟外人接觸 哦 他就做個半套的一個意思 他防了患者 沒有醫護人員還是照廠上面 工作人員還是照幹嘛 照幹嘛 所以他 他封了個半套而已 嗯 做半套了 對 好了解 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在吉林疫情爆發前 你說這個情況就存在了對不對 在疫情爆發以前 嗯 在這次疫情爆發前 嗯 嗯 對對對 好 來您繼續講 然後 還有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類似情況 就是 比如說這次疫情就是剛爆發的時候 然後我是 其實 這次疫情爆發之前 我就已經被隔離了 你已經被隔離了 我被隔離的原因 嗯 對對對 然後我被隔離的這個原因是 手機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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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什麼意思 手機密接 什麼意思 手機密接 就是我跟這個確診的影像患者 用同一個移動計算打理 你用更換者用同一個手機打過電話 是不是 不是用同一個手機打過電話 是用同一個這個移動計算的 我們用同一個線號圖 這個線號 我們在就是同一個這個線號卡的服務範圍之內打的 那又怎樣 這就說明我們出現在一個相同的範圍之內 那這樣就 這就是密接 就是在一個 那這樣子你就要被隔離嗎 對 但是就是 一個一個信號塔的它的信號範圍有多大 它應該還挺大的吧 呃 是挺大的 而且就是我之前跟那個社區解釋過 我之前跟社區解釋過 我之前跟社區解釋過 我說因為我是一個就是這個義務人員 然後 然後而且就是當時我們單位已經 去哪個患者 所以我不可能不接觸 所以我接觸是一個非常正確的 但是就是這個 嗯 社區解釋過這個情況之後 然後他就說讓我跟我們單位 然後我們就是領保障 這個時候就說 就服從安排 嗯 因為就是這個抗疫是大家的事情 基本所在 所以我們就 服從安排 這個也是在疫情爆發前的事 是不是 這個是在就是這波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我隔離那天是3月8號 所以這波疫情剛起來的時候 剛起來的時候 手機密接 哇 那你是醫務人員 你更容易發生這樣的事情啊 對 所以就是社區它並沒有強制要求我說隔離 嗯 然後正常我隔離應該是七大七 就是14天 嗯 兩週 然後那個 呃 3月19號那天就是 忽然那個 那個衛生局我打電話說那個 他人來給我做那個 核酸 嗯 其實就是我隔離期間每天都做核酸 就是社區會安排人 就是每天都就是要求人下樓做核酸 然後那天突然說就是 呃 那個就是晚上還要在就是 然後那天晚上就做了 呃 三個鼻市和兩個猴市 三個鼻市和兩個猴市 哦 好 做好多 嗯 最後第二天 然後第二天就是那個 3月20號那天 呃 就突然也是接到我們當 防空辦案的電話 什麼 就是第二天的時候就3月20號那天的時候 我就接到就是這個防空辦案的電話 說就是所有的醫護人員都要還 嗯 都要還 其實你是隔離期間的 哇 哇 就是醫療醫療資源不夠了啦 他他需要醫護人員幫忙了 所以隔離也沒有 然後這個時候也沒有隔完 嗯 對然後在那時間 就是在那之前 我很多同事都被隔離了 就我們當時就有六七個人都被居家隔離了 嗯 然後那天之後都回來上班了 就都辦辦工作了 嗯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意識到 再回這個疫情 那個時候怎樣 呃 就那時候我就意識到這個疫情很嚴重 嗯 然後呢 您說你繼續講 嗯 然後 然後就開始這個這個疫情的這個上升期 但是他這個這個這個就是每天的這個促轉數就很平均 所以我也很困惑 嗯 之後那天我跟就是一個老老員工去探討這個事情的時候 然後他跟我們說一種可能讓我覺得這個毛色 就是他跟我們說就是可能就是這個 嗯 可能就是這個 所以他就要逐一去報 就是他把這個東西給分散開 比如說就是篩查出了一萬米 然後他分成十天來報 嗯 嗯 你哦 你 你是懷疑就是吉林他報的人數他自己每天平均分散開 也是每天校正回歸那個概念啦 是不是 把它平均起來了 對 對 但是你們可能吉林可能不是用我們的校正回歸這一招 但是你們可能自己去平均 或怎麼樣 哦 對 呃 你懷疑啊 對 這不是我的懷疑 這就是別人跟我說的一種 說服了我的 嗯 嗯 你也相信是這樣子 你相信你們的 報的案例數當時是有 是自己去有研的 就類似壓案的那種 對 嗯 對 因為就是就是你看那個不管是之前深圳也好 上海也好 這個疫情都是突然大面積爆發的 嗯 他這個數字是從這個 包括之前的武漢 嗯 就是那個 他這個每天的這個確診的數字都是那個 從這個幾何倍數去上升的 嗯 然後當他迎來拐點之後他才會下降 嗯 他不存在 所以就是一個就是 呃 每天都是一個就是很平均的數字 當時吉林每天爆出來的數字就是 一天一千左右 嗯 九百一千 九百一千 每天都是這個數字 嗯 然後這就是像我們之前就是細說 那個啊 那個 為什麼之前印度每天都是30萬 嗯 每天都是30萬 因為他的這個篩查能力 每天只能篩查出30萬 嗯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嗯 好你你又你又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了 你你你你講的那個吉林當時每天很平均的那個數字出來 是不是也是因為檢驗量能的關係 而不是他故意去壓案子平均 嗯 嗯 不會 不會 因為從就是 呃 38號就是我開始被隔離之後 就是所有的社區 那時候就整個呃 城市就已經封城了 嗯 然後所有的社區每天都要求所有做 哦 所以你的檢驗量能是很夠的就對了 對 當時就是 哦 社區是做那個20混一 我後來返港之後 到單位就是 呃 一對一 嗯 這樣去做 20混一 20的人用一個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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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解 所以這個這個檢驗量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嗯 我還是說這個東西 呃 就是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的這個這個 呃 清零政策能不能進行得下去 就是 呃 我有一個疑問 嗯 就是說 呃 我們在那個 隔離期間不是叫做每天都做過算 嗯 嗯 然後有一天就是我們社區主任突然很愤怒的在群里面說了一句話 他說 就是我們社區有5%到7%的人呃 已經20多天了 這個我們下樓梭 嗯 那如果就是這個人群裡面他們有呃 這個陽性 就是當這個這個這個這次這個呃 疫情這個風波 呃我們覺得過去的時候 然後這些人他們才到社會 這個疫情這個又三個月 你的意思是他們那些雖然在隔離 但他們內部是不是互相傳播 是這個意思啊 呃 呃 不是說就是他們一定是互相傳播 但是有這個可能 不排除這樣的可能 嗯 OK 嗯 好 好 而且說這些這種人群就可能是一些老人 嗯 就是這個人群已經成為了一個篩查中的盲點 嗯 就是他群體隔離的時候他內部可能就形成一個傳播體系了 對 嗯 好 理解 理解 所以你懷疑這樣子他永遠沒有一個了局啊 就是這這邊隔完了那出來 但是他內部又又沒有 但他出來不是要再再做那個核酸嗎 呃應該是會的 但是就是你也沒有辦法就是呃確定到先去到沒有 就是呃 他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做嗎 理論上就是每個人都要做的 但你沒有辦法先去到 你 你的意思是 雖然每個人 規定每個人都要做 但是不會精確到每個人 就是可能有些人他還是可以不做核酸 對 就是真的 就是就是 就是如果就是不管在就是你這個社會 他的這個組織度有多嚴密 就是如果有人一定要繞台什麼核酸的話 他就一定有辦法 那他的什麼健康碼那些不是就會顯示出來嗎 如果他沒有做 對啊 那他如果他沒做過 對啊他逃不掉啊 那如果老人呢 那如果老人怎麼辦 我我根本就不用智能手機 哦 哦 老人啊 嘿 不用智能手機了 這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老人如果不用智能手機 他就他就不能顯示他健康嘛 那他平常是怎麼去去出入的 這個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嗯 所以你說老人可能是一個 在沒有疫情的時候 破口是不是 對 就是當沒有這個疫情的時候 就是沒有這個疫情的時候 這沒有任何問題 嗯 但是就是現在 就是我們畢竟是在這個疫情期間 他一定是有這個盲點 嗯嗯嗯 嗯嗯 好了解 你就指出一下可能的一些破口啦 就是你也提出一些你的這個質疑啦 懷疑這樣 建議這樣 對 嗯嗯 好 然後 呃 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就是疫苗接種率 嗯 嗯 疫苗接種率怎樣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中國大陸之間 呃 接種那個第三季就是加強的這個接種率是 呃 我要沒記錯的話應該是46.85% 嗯 然後我相信 我相信這46.85%這些人 就活躍在這個社會上 現在 疫苗接種率只有46%嗎 啊 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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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第三季 加強孔 OK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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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相信就是呃 這46.85%是活躍在這個社會上的中間力量 嗯 就是這個社會上比較活躍的這個 是 嗯 然後 呃 如果是就是一開始就是我們剛發現這個疫情 那個時候被這個事情搞得措手不及 然後 那個時候我們就是頂持了一個就是這個新年政策 我覺得就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無可厚非啊 嗯 嗯 就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這個政府 然後為了百姓的這個 國際民生去去做出一些考量 我覺得這是任何問題 嗯 但是就是現在就是呃 第三季疫苗就是呃 大家都接種完了 嗯 大家都接種第三季疫苗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而且就是現在基本上已經可以確定這個呃 這次這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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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這個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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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 有有有兩位這個患者 就是 對 嗯 嗯 嗯 對 這個就是非常非常低 然後 呃 有沒有就是必要就是呃 呃 像現在這樣 呃 濫用 不好意思 也不是濫用嗎 就這樣去使用我們 那這個 這個 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還用這麼 大力度的這個防疫的強度去去對抗 就是說這種清零政策是不是 對 對 你是在講面對 就您個人的觀點就是說 面對像 Omicron這種病毒 它的高傳染度 但是 低致死率的這種病毒 那您比較覺得不需要再用這種清零政策了 就可以用比較寬鬆的方式啊 這是您個人的態度就對了 呃 我 我對這個政策不做評價 我只不過是就是提出我的疑問 就是說 呃 就是當時就是呃 強制呃 我們去接種這個 那個第三針疫苗 就是呃 我接種完這個疫苗了 如果這個疫苗有效的話 有沒有必要說 就是搞這麼嚴格的這個防疫政策 嗯 那如果就是呃 這個疫苗沒有效的話 就是 還是要如此呃 嚴格的去搞這個防疫政策的話 那當初為什麼要讓老百姓去接種這個疫苗 嗯 嗯 呃 應該是說啦 就就我我個人 我雖然不是醫務人員 但是因為我 我有讀一些報導 按照那個 呃 呃 張文宏醫生的講法 就是說現在 所謂的這個比較嚴格的這種精靈政策 主要是 也是保護那一些 還沒有施打過疫苗或是 甚至加強針的一些 相對來講比較脆弱的人群啊 那如果沒有這麼嚴格的管控的話 那傳染到他們 他們 比較容易 呃 不管重症或死亡 所以主要是保保護他們 所以現在整個社會就是 要先承擔 這樣子的這個這個代價 啊 為了保護這一群人 那等到整個 呃 施打率再上來了 可能再慢慢開放 這是我我引述張文宏醫生的這個講法了 之前我我讀過這一篇報導 那大概是這個這個理論了 哦 嗯 理論上就是 張衡醫生他提出的這個 我覺得是沒有任何問題 嗯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作為這個大陸人 從這個變成文件 你做作為什麼 不好意思 您再說一次 我說 我說就是我們作為一個 就是大陸人 嗯 大陸人 中國大陸人 嗯 然後我們從來學的這個 這個變成文物主義 嗯 所以就是 凡事我覺得 還是得以這個四十七八 嗯 嗯 OK 就是現在就是 我們看這個 韓國就是 他的這個 第三天下強針的這個 這個市場率 比我們要高一些的 他已經60%多 這個市場率 但是你看到現在 嗯 嗯 嗯 就是每天還會 就是有 這個 大量的 這個 這個 嗯 嗯 了解了 沒有關係 關於關於您您講這一點 這個這個其實是一個 防疫哲學的問題啊 就是大家可以討論 到底是親零共存 這個這個時候 到底該 該該採取怎麼樣的政策 也有很多國家 包括你講 韓國還有美國 還有很多 東南很多國家 他們也都是 就處理開放政策 就是疫苗施打率到了 那社會就開了喔 這個當然就是大家 各有各的選擇啦 那 親零派有親零派的考量 共存派有共存派的考量 這個我相信 在未來的好一段時間 大家還是會有的 這個討論 但他可總是會 到達一個平衡點啦 其實現在官方 大陸官方這邊 應該也是慢慢往 共存的方向 但是它 它是一個漸進式的 所以那個叫動態嘛 動態清零啦 好啦那個Leslie 那我們差不多連線到這邊好不好 可以可以 我這邊那個 我說話還沒 聽到不是很清楚 對對對 你的mine不是很清楚啦 可能有點忽遠忽近的 但沒關係啦 這個意思我都問到了 我相信大概的意思 大家也都知道 好不好 因為我在這邊 你說 因為我在這邊 因為我在這邊 我們現在醫務人員 都在搞這個 就是閉環 我們都在那個閉環 然後我閉環 閉環 閉環是什麼 閉環就是那個 下班之後 比如說我們 就是在醫院下班之後 那個到 集中館裡面 就是下班之後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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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管理的地方 所以你們那個地方 訊號比較差是不是 對對對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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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 沒關係啦 這也可以理解 好好好 那那就 希望你們那個疫情 趕快結束 好不好 也祝福你 辛苦了 好 OKOK 不行 應該 OKOK 好 拜拜 拜拜 恩 好 謝謝這位上海的這個醫護人員 好 我來謝謝這個YT的斗內 謝謝 奇凶大聖 怎麼只要有人說點不同觀點 網友就說人家不是高法 就是輪子 1450不至於吧 對啊我也覺得不至於吧 反正就是大家有大家的觀點就講一下嘛 好不好 也就是網友也是嘛 就是沒關係啊 他們講他們的我接我的 來羊 聽不下去了換人 這醫護人員能說點乾貨嗎 呵呵呵 來 老男人我懷孕了 你懷孕了關我什麼事啊 神經病 好 下一位